第12题,第12题,第13题是题主 假以两车朝同方向做直线运动 其位置和时间的关系图如右图 是回答12到第13题 第12题是问我们说 在T1到T2时 两车的平均速度大小关系为何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T1 两车都是在所谓的X1的位置 而我们到了T2 两车都是在所谓的X2的位置 所以他们经过了相同的时间 走了相同的位移 从X1走到了X2 所以呢我们的时间相同位移相同 因此我们的平均速度就会相同 因为速度就是位移去除以时间 因此第12题问我们说 两车的平均速度大小关系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假车等于乙车 我们下车等于乙车的平均速度大小关系